有几个问题想要跟大哥好好地聊一聊 第一个就是我相信家里人不让他来北京 一定有家里人各方面的考虑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辞掉工作 这么近返路地来北京 我因为他这个故事 一个洗眼儿 别让话听不进去 我特别特别气愤 不愿意来 来干什么来也在说 那我也想问问大阳 当初大哥听说不让你来北京 还跟你发生了一些冲突是吗 是的 大哥来北京的时候 总是偷偷地来过两三次 这是我就特别留意 特意那天我提前收了一下 早收一下 中午把大哥邀请到一个小饭馆吃饭 吃饭的时候大哥没有说什么话 当时我还有一轮堆笑的 我说大哥 你看我现在生活挺好的 大哥说今天这个饭 我吃得很不高兴 你知道今天你走不走 就是跟我走 我大哥我不回去 你什么都回去 当时就给我这眼睛换着一下 但是就好像哥哥说 让你回去也是父亲的意思 我听说你跟父亲之间还签了一个协议是吗 签了协议 我在我那个金带来了 什么个协议 我同意 为了追求音乐梦想到北京发展 不过后 原来当位工资每月两千块钱 一千二 但你必须每月给家里寄一千五百块钱 如果做不到 断绝负负责 关系 爸爸张雨时 而张文尧 零六年元月 大哥后来这个协议 大阳有兑现吗 每个月进一千五百块钱的回家 当时我记得是 头几个月没兑现吧 没有 但是要不要跟你签的协议 是这个概念 真的从父亲那些来讲的话 你想的 他不是说我真的 我都需要一千五百块钱 就是想不让他来 我都需要一千五百块钱